人間苦空無常 遠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今集的《心子智庫》第十七集 這集我們又記得 我們上一集講了兩個字 就是Interline 以及Expertate 今集我想跟大家講一個 我叫Occupy Liability 相等於我們去一些公眾場所 例如一個商場 商場裡面我們可能有Yisman 我們可以有這個權利用 即使我們不是顧客 我們可以穿過商場走去其他地方 這些公約裡面都會有 我們講到一間店裡 甚至是一個店鋪 打開門 無論是店鋪也好 商場也好 你進到裡面 你走到裡面 不管你買不買東西都好 那它的Occupy Liability 就是指那個地方 譬如業主 或者是你的租客 那你問為什麼 跟租客有關呢 有些情況下 是跟租客有關的 通常我們會告過業主 或者那個業主可能很多時候 就是有很多時候 他自己也是租客 那可能我們會告過租客 但如果發覺租客沒有錢 那我們當然就會在這種情況下 告過業主 或者有機會說兩個都一起告他 看看到時候是哪個票 有些可能保險公司 最多是承擔那個賠償 那為什麼要講到這個Occupy Liability Occupy Liability 不只是住宅裏面 保障住宅裏面的人 甚至譬如說 Let's say 我家 如果我現在 或者簡單一點 譬如一間店 一間店裡 他可能有一個人 他走進去 即是說 現在就過運一部iPhone 即是又有一部電話 譬如說那個人是沒有電話 或者要借個洗手間 但是當他進去洗手間裡面 他可能譬如一間茶樓 他沒有進去喝茶 他只是進去裡面 遮一遮洗手間來用 只要那間餐廳也好 酒樓也好 他借了給別人用 進去裡面 如果有灘水 一滑倒的話 那小事就沒問題 我相信很容易解決的 譬如說 如果問題是說 一個婆婆 年紀很大的 跌到淡了 或者本身不遂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我們的Torce裡面 在Civil Case裡面 在民事案裡面 民事索償那裡 就會說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首先要証明 一件事 就是 這個Negin 有疏忽 譬如說 有灘水 為什麼你不放一棵體 又或者你不去 淡淡清潔了它 又或者暫時封閉了 洗手間不讓人用呢 這樣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Chain of Causation 不可以brook 一定是 Causation是一件事 是要是因為那個跌倒 直接令到那個婆婆坦了 就不能夠因為 那個婆婆本身已經半坦了 再進去 再線多鑊 這樣 那條線 就不能斷了 OK 還有呢 就是有一個Duty of care 她一定有一個Duty 那她有一個 那你說Duty 等一下 我都沒有付錢進去 婆婆都可能沒有付錢 喝茶 那她有什麼Duty 就是因為她開了一間餐廳 那餐廳借了錢 你不要借給別人 你借給別人 OK 她有權在門口的程式 就說 不借給其他客人 只是給她那些 你幫襯的客戶才可以用的 這樣 那如果她既然可以給別人用 那這個情況下 那個Duty of care 都會存在 甚至乎 有一些嚴重的Case 譬如說交通意外那些 那些你就更加不能說 究竟是不是 我們很多時候 就用那個叫Street Liability Street Liability Street Liability 就是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 沒得爭 就好像我們為你泊車一樣 你沒得去爭一件事 那件事 就是罰你了 這樣 OK 其實她就想 基本上就是一些地區法院 或者一些 她是不想你去 你又搏 我又爭 爭 浪費了公帑 所以很多時候就說 你認不認準 認就立即給錢 你就給錢 就沒事了 你不認就要上法庭 然後當然 她又會有一件事 discourage你們 去繼續上訴 就是 如果你再想多一件事 她就騙你 這件事 就說要罰多些錢 這樣 一來用了她的時間 OK 那這個Street Liability 通常都不能去 即是不能去賴 就是她說了這樣 基本上你沒有得爭 這些情況 OK 那好了 當然 還有一個字 叫Valentine non vit in geriel Valentine non vit in geriel 就用來怎樣用呢 就說 譬如說 這句是拉丁文 那就是 你會看到一件事 譬如說 有些地方 她會貼一個牌出來 那一個地方 譬如荒廢了 或者別人家裡 裡面有一些惡狗 內有惡狗 請問內盡 或者是 否則是送官救治 這些 譬如在新界 我們會看到很多這些文字 有很多私人地方 那這些地方裡面 她就說了 什麼叫Valentine non vit in geriel 就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進去的話 有什麼問題的話 過一下治理 例如說 那個人打算 一個小偷 走到進去裡面 就是 進去裡面 爬牆進去 被狗咬到的 那Sorry 你就不可以從文士 那個賊仔 就不可以文士 起訴那個屋主 就說 或者租那個屋主 那個人 就說 喂 為什麼你有一些 惡狗 咬到我的腳 沒有了一塊肉 或者怎麼樣 因為它裡面已經寫了 那其實呢 這裡有一點 這些是一些 比如在Torch 是文士的一些 殺償 其實它有一點點 類似 是這個刑事一樣的 刑事一樣的 如果那個人 本身想要做一些 犯法的事情 而他在中間裡面 受傷了的話 在這個情況下 他想要求殺償的話 那裡是會 就是會減掉很多分 基本上就是說 是很難 比較難 那就不一定的 又要看個別事件的情況 那個 情況 那個情況 是怎樣的 那 今集呢 我希望給大家一點點概念 那 如果下次還有些機會 如果有時間的 都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其他一些 我們經常看到的字眼 那 今集多謝各位收睇 拜拜